我从小就缺乏去试着拥有的勇气 其他小朋友可以向父母索要心仪的玩具 我不敢 其他同学愿意在台前唱出他们喜欢的歌 我不敢 朋友去学书法学乐器 我也不敢 不敢去效仿别人去努力的同时 我还能一边心有不甘地坚守着无 一边看课般地 等着他们能在生活中争出个什么结果来 到头来 不敢画虎的人 还剩下什么呢 与您分享猪香的文章 画虎 画虎不成反泪狗 刻虎不成终成物 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 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四一天了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 但就文学方面来讲 一般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 学老杜吧 学老杜吧 千万不要学李太白 因为老杜学不成 你至少还有个架子 学不成李的时候 你简直一无所有了 这学的风气一盛 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师坛 这些风气一盛 所有的只是一些度的架子 或一些李的架子 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 这些骷髅 它们有什么用 光天化日之下 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 倒不如一无所有 反而好些 因为人真知道了无 才能创造有 拥着唯有的时候 绝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物 物真强似狗吗 是问它们两个当中 是谁怕谁 是狗怕物呢 还是物怕狗 是谁更聪明 能够永远警醒 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 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 将笔剑经退 画不成的老虎 真像狗 刻不成的红狐 真像雾吗 不然 不然 成功了便是同虎同户 不成功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 一种是画匠的成功 一种是画家的成功 画匠 只能模拟糊与糊的形色 求到一个像罢了 画匠 他深入创行的秘密 发现这行后面 有一个什么神 发号施令 在陆地 则复行为强劲的肢体 巨力的皮革 在天空则复行为 瓢极的翻译 润泽的羽毛 他然后以形语色的血肉 毛骨纳入那神 团成他自己的虎虎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 研究人类科学的人 如若只能一步一驱 最多也不过泛进一些 西洋的政治学 经济学 既不合时宜 又常多短缺 实用物质科学的人 如若只知 萧归曹随 最多也不过磨成 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 重演出惨剧 肥寡不肥重 日本就是这样 他古代模拟到一点 中国的文化 有了他的文字 美术 近代模拟到一点 西方的文化 有了他的社会实业 他只是国家中的画匠 我们这有几千年 特制文化的国家 不该如此 我们应该注重 物质文明的内心 搜出各根底原理 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 怎样变化的 在追求这些原理之中 有哪些应当铲除 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 应当加入 然后淘汰 扩张 重新分配 重新演化 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啊 麒麟死了 狮子睡了 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支 当时福西画八卦的笔来 在朝阳的担缝声中 点了金 让困在壁间的龙 藤月 上苍天吗 要有勇气去刻胡 画胡 还要知道自己的胡和胡 不必一定要和他人的一样 只要能够等同 就是成功 如果能够超越 就是创造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